你不会 你还没学好 有臭宝说是春雨养的不挖脆了 寄给咱了 关于寄养是免费的 但是花肉一定要盖它一个点 就是养死了不赔 快递费自己出 其他的没什么 它叫傅西梨 信养 河南的花肉寄来的吗 打开看一下 写了一封信 儿子念一下 叫老花一 你好 这个雨吗 这个春雨仅浆苗三个月了 可能是因为换盆干了一段时间 刚挖出来根块玩了 快到冬天了条件达不到 老家给救一下 好嘞 这个春雨还是带紧的 哎呦 给了两个梨 那你给妈妈印一个去吧 去玩去吧 给妈妈印一个 啊 谢谢 好了 咱们闲话少说 开始干活 花肉的土用都没毛病啊 土没毛病 方方面面都没什么毛病 就是像这位花肉说的 可能干了 它这样配土很透气 很透气 但是你得注意一个保水性 而且之前都烂了根 可能这个花肉是后患的 你看到没 根其实都已经烂了 这根全部都烂了 那接下来呢 老花一也就心狠一点 不破不立了 我把你这烂根全部给你剪了 留着也没用 时间长了在里边长毛 要来没用了 我就给它去掉了 其实这里也烂了 那我就把根全部给你剪了 根全部剪完之后呢 我把这个叶子给摘了 这是老叶 那这个老叶呢 我也给你摘了 就这么一个小炉头了 来 咱们给它 放到一个干净的水里面 往水里面加点料 这花肉用的花盆也有点大 你看你那些小苗苗还用这么大的花盆 厄梅林要来一些 生根叶来一些 如果说嫌厄梅林贵的臭宝 可以拍这个小黄二号 这一款很不错的杀菌药 便宜好用 我们大盆里面自己也在用 搅拌一下 接下来呢 找个小盆 不要用大盆 大盆根本就养不过来了 你看臭宝用了个这么大的盆 你看我给它用个这么大的盆 天差地别 盆不是越大越好 好 这是一个村鱼井 那没办法 它这个要嘎了呀 浇上水 对啊 小盆还不漏水呢 它用个这么大盆 不浪费吗 不是说用的花盆越大 花越大 小小苗就行了 现在就盼它生根 放到扦插区域去 放来这 你看这边呢 都是我们扦插的一些小苗子了 就放到这种扦插区域就OK了 不要强光暴晒 现在就静等发根 等它根系长满了再去换 你看后面那一堆 这一堆 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村鱼了 可能没有花有的这个好看 我们这个是黄金村鱼 它这个是出井了 就是养护方法都一样的 光照是可以给 包括这个 但是不要强光暴晒 有点散射光就够了 希望能帮助到花肉 觉得不错 记得点赞关注 老花一每天会给大家分享 很多语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白了错过了 嗨